美国洛杉矶的会计 有罗客说的 它的行李里面有千戟 方向完时随时通报 班级落地之后 当地健康将罗客带回到去问位 刚才说它是公白菜 但这已经是一个月来 发生第二遍有罗客公白菜这种事情 华航我们发出声明说 无论是不是算笑 这种事情都是重大会安安减 没拜登 当时这就要求它背上 这个月切合华航CI-008 班级 由台北保佑洛杉矶的途中 这名信任的南主突然感向空火网标示 自己随身的行李有千 空火网马上通报做程序 做程序马上公布 要所有陆客不能碰随身的行李 在华航机落地之后 马上通报当地警察 将这名南主打回精神 虽然说我见面 他是欧白说的 但是已经作成华航机面对339位陆客 刷一条 等飞机落地之后呢 我们立刻请地区员通知洛杉矶的警察 上来把这个旅客给带走 只要有任何这种威胁 飞行安全的言行举止出现的话 我们华航都会采用最言行的态度来处理 虽然火轿机没援握 不过华航表示 这名轮客先为严重影响到飞行安全 不然将它在做事没受欢迎人物 未来不能坐华航的火轿机之外 没必须得提出求上 其实这是一个月以来 华航发生第二次 空中攻北插报案的事件 这位以后 华航非允许太会火轿机 六十八回林南海 马向恐吓完 公北插公行李来地有照片 火轿机专告航酒缸路 英国六点多前 火轿机的嫌疑也揍一条 不要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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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小心 连上两次空中惊风机 咱在最后的事件 都是公北插 不过华航 就会发出新闻各支出 不管路客同机如何 是不是说算是 只要接到这种通报 马上看着是飞安中带安侠 接着现状民伦法 路上散步危害 飞安的无劳是消息 能处于三年以下有机途径 方航部拜祷另外提出 民宿救兴 记者继续报道